平时我们算是每天几活都有联系的 三号房间第一个问题 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跟你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那就是长发呀 对呀 那就是女生 女生女生 好 第二个问题 锁定了 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跟你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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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我差不多 你是 和非人吗 跟你差不多 比较近 啊 那他就很诚实啊 第四个问题 你是看着我的节目成长的吗 很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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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回答了 这个有点麻烦了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你确认他是女的吗 你跟我搭档过吗 哎 多次同台 天哪 那我觉得有两个人可能 就多次跟我同台 是我当年演小品的两个搭档 一个是 阿静 刘刚 刘刚 刘刚似乎留过长发 阿静也留过 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 头发也很短 所以我觉得如果多次同台 他不直接说搭档 我多次同台 这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大 谁 你选一个吧 阿静还是刘刚 我觉得是阿静 阿静 好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到底三号房间中是谁呢 五 四 三 谁啊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你看 谁来啊 答错了 掌握一下 陈丽媛 你是她误导我吗 你想到她了吗 我没有 没想到 陈丽媛 青年歌唱演员 她与周群相识至今 已有十余年 在她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周群多次给予帮助 而今更是成为好姐妹 此次她带着青春记忆前来助阵 将会讲述哪些往事呢 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安徽的小老乡 但是现在是担任 那个青年独唱演员的陈丽媛 大家好 志生好 关键是人美歌甜 你们好像很熟是吧 非常熟 对 我刚刚其实提那个问题 哎呀她 我得误导你一下 对她误导我 我是看她长大的 对她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当年有个节目叫 超级大赢家 我知道啊 她非常小 应该十 十三岁 十三岁的时候去参加比赛 对 一路过关斩将 把无数的泪主挑下台 最后成为总冠军 比较幸运吧 那时候 特别厉害 这张照片 请忽略旁边的我 那时候 群姐我们心中的偶像 对啊 现在也依然是 那个时候就是 李斌 我还有 应该是李黎吧 那时候在 对 我们三个人见证了她的成长 我们整个节目组和安徽日明 见证了她的成长 非常感谢 天哪 特别难你知道吗 就是她作为泪主 比如说这一周她得了泪主 下一周马上就有别的人来挑战她 她要不断的打败这些人 保持长胜非常难 后来是十五关 十五关 然后连续十五周 将近四个月时间 一直在台上 而且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对我们来说 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好苗子 我们也特别珍惜 是 就觉得特别不容易 她其实 立元那个时候家境并不好 她不是说像 我们在城市里的孩子 有机会来学艺术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 她没有很好的条件去学生业 但是有时候这个天赋 真是挡也挡不住 我第一次看见她 我就说 这孩子太有灵性了 她包括穿的衣服是妈妈缝的 对吧 然后编的那个辫子 你在台上就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 未来的小歌手出现了 唱的那个气息 什么都特别好 你说说 你当时是怎么模仿的呢 这个首先是 还是对这个音乐的喜爱 然后还是受了一些 父母的这个影响 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喜欢音乐 然后呢 那时候有这个 安徽电视台这个栏目 我就觉得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没有想到呢 这么幸运 然后就一场 一场一场的 对 走到最后 那个时候群姐是你的偶像吧 当然了 那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刚才那张照片 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是 想去照相但又不敢说 但群姐看到我那种眼神 她就说 你说想照一张照片啊 她就会很主动 你是带了专辑来送给她 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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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特别为丽媛教 我们中间 有很多年没再见面了 因为我还在安徽做节目 她其实已经去求学 然后又到了北京 师从 金铁林老师 对 后来有一次她给我发了短信 她知道我在北京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 后来就发现 就尽管中间有那么久没见 见到她依然还是当年的感觉 我觉得就像这种相情不可更改 对 在第二道门看到那个穷姐 然后 丁林在唱了那个黄梅戏了 没想到你现在真的进步了 有进步 对 进步太大了 我都想拜她为师了 今天这是算进步了 对呀 唱的挺好的 非常好非常好 以前得唱成啥样的 以前真是 能爆料吗 能爆料吗 能爆料必须爆料 以前就是唱歌会少两个音 但今天真的很好 我今天这段还是专门学过的 而且这段还是相对简单一点 以前唱歌少两个音呢 对呀 五音不全嘛 确实 我们记得有一次去那个一起出差 在车上 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堵了很长的时间 对她教我去舞台山 对对对 你再教表我们俩再学一下 没办 可勤奋了群姐 咱来一遍吧 要不 先来啊 多谢了 多谢四方众相亲 我竟没有好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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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山歌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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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太高了 太高了 可以像一点 多谢了 多谢四方众相亲 我竟没有好茶饭 只要山歌 一朵朵白花盛开 富满了东西南北中 一朵朵香花绽放 芬芳着无情里的花海 花海 白色的白荷花 情要尊贵 红色的玫瑰花 风轻万种 绿色的比辣 冰情与剑 蓝色的紫禁花 海景香如荫 青色的香蕊 心生相容 青色的霸仙花 羞秋冬 一色的梦幻花 令人向往 金色的太阳花 黑蓬果分柔 数不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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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心花才最美 花儿美 花儿美又花儿美 花儿美 我的花儿美 数不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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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不尽的梦 和例 数不尽的梦 我和老老师的歌 唱得非常好的 对 你都听说了 我可是你的粉丝了 天天在电视上看您呢 你应该跟那个 有点唱一段吧 对 唱一段 没问题啊 流行的 那个荣华会唱吗 可以 没问题 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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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世上有多美丽的花 那时今春不芳华 阵阵清风张望开 来 历历鲜血染红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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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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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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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芬芳 埋山 埋山 哎呀 太美了 对呀 如果把王老师那段掐了 就更美了 是是是 回力园这么多年 其实跟周群姐姐在一起 会不会觉得 姐姐对你们都特别好啊 对 就像刚才 吴琼姐姐在台上说的 特别细心 周群姐特别细心 唱歌的人特别怕说话 我每次 要是在演出之前 或者是说别人要采访我的话 我都会给群姐发信息 我说哎呀妈 我咋说呀 他其实说的挺好的 对 但是他不够自信 就跟我其实唱的挺好的 但我也不太自信 哎 你说的我认同 认同 对对 那个此处可以有掌声 我们假装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 因为我跟他演出过 对 然后每一年 我们安徽春晚 我们都会见面 有时候还有一些别的演出 我会碰到 其实我觉得他在台上 跟台下也不一样 他在台上 你看他台下是那种 晚男女子的 非常柔弱 娇俏 但是他在台上很大方 台风 然后跟观众的互动也很好 其实他说的也非常好 我就是觉得他跟我一样 有时候在某些时候 他不那么自信 对吧 而且这个群姐的这种精神 怎么说呢 就平时我们这个朋友圈有互动 然后群姐平时特别忙 就是这个 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的 是 就是他 平时你看他这么忙 但是他对家庭啊 还有这个 还有时间去陪同孩子 就是方方面面 他都照顾的特别好 这个是凯莫 这个把孩子照顾的好 这个我虽然没有朋友圈 但是我已经 很快一会儿加上 你把你们加上 我已经听说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 周群一直在说 哎呀 谁来呀 哎呀 太紧张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位来到现场的 都是你意料之外的人 对 没想到 没想到 娜威可能你也是 那么懵了一下 娜威是因为他最后那两个字 蹦出来 美女 我到现在我还怀疑 娜威是为了讨好你 给你发了个信息 我到了 没有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他们都保密 我是保密的 完全不知道 对 而且今天呢 她还有一位好朋友啊 专程给她发来的视频 就是本来她是要来到现场的 但是呢 因为她在剧组中 剧组中啊 然后导演不让她出来 她实在没办法 她刚才发来一段 看一下 其实说到我和群姐的感情 可能真的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了 我记得我和群姐的第一次见面 这可能群姐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是录安徽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 群姐是主持人 我当时是去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在那个后台的洗手间 然后我就上厕所 然后看到群姐正好在拉 她那个 呃 完礼服的那个后面的拉链好像后面一小结 就是出了一点问题 然后我就 非常那个充满了仰慕的走道 然后还在旁边说 我可以帮你 哈哈 然后我就帮群姐把那个拉链拉上 然后群姐特别客气的跟我说 啊谢谢你小姑娘 其实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和群姐近距离的接触 那个时候群姐在我们少女的心中 就是 就是仙女就是偶像 我觉得能跟群姐说到话 她能够谢谢我 真是太激动了 后来就是非常幸运 我毕业之后就参加工作 在安慰电视台 就有幸成为了群姐的搭档 然后我们在一起合作主持节目 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事情 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俩一起去 呃好像去跟品牌拿衣服 然后是群姐带着我去 嗯 结果就是在等车子的时候 群姐说想说你饿吗 我说有一点 她说我跟你说旁边那个包子店 是合为最有名的包子 然后我说是看得出来 因为人山人还排队 然后群姐说你也站在这看着车 我去排队买包子 就是你敢想象吗 那个时候群姐真的是万人空向啊 就是大家看到她就是 那个时候手机没有这么方便 但是大家都会说啊 群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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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尖叫 然后到处要签名的这种 就是那么有名气的大明星 然后去排队给我买包子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也真的是小 就是真不懂事 然后我竟然就说好的 然后就乖乖着在马路边等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 而且是隆冬十二月吧 很冷 然后群姐捧着这层层的包子 然后我竟然就心安理得 在那里吃着包子 哎呀 太惊喜了 小哥 他现在很好啊 他特别好 他就是拉手风琴的吗 没有 他是主持人 但是他那个 他小时候拉过手风琴 电影里边那个手风琴 那个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吧 是他自己拉手风琴的 他演得太棒了 对 他其实本人很瘦 非常洋气史上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 那个冯响刚导演 让他为角色增肥了 所以我后来一看到电影的时候 我一出门 我就在影院出门 就给他发微信 我说小峰不对啊 你好像是不是胖了 他是哎呀 没办法导演要求增肥的 这都是我们安徽老乡 你看 就是来自安徽的老乡了 都很漂亮 非常开心啊 今天跟这个周杰人聊天 其实我上次采访他 就对他很多了解 这一次就更多了 期待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太期待了 必须的 像你学习 也谢谢丽媛来到这里 谢谢